2020年5月26日,杜王何鸿燊离开了享年98岁。 他的一生足以称得上传奇。 无论是个人帝国还是后宫版图, 他提供了我们这个时代能见到的最后一个帝王景观。 嗨,大家好,这里是Betterman。 这一集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杜王的传奇一生。 他身后留下的是他凭见不能以的精神, 是对国家的赤子之心, 当然还有他那剪不断理还断的香艳情绪。 1921年11月25日,何鸿燊出生于香港。 他是个副四代,他太爷爷,何世文是荷兰人, 19世纪来到中国,娶了个中国太太, 生了三个混血儿子, 其中何东不但是香港首富, 还是东南亚最大的实业家之一。 何鸿燊的爷爷何福是何东的弟弟, 也是当时香港的顶级人物, 做过一盒洋行、杀宣洋行买办, 任国定理局议员。 在商场长袖善务, 富甲一方是当时的华商武巨头之一。 他的父亲何世光当时在香港任扎店洋行的买办, 后来又当选为香港华商会的主席, 并且, 还是立法局议员, 华东三院主席, 称得上是当时港岛的风云人物。 何鸿燊刚出生时, 家中富贵一时, 正是如日中天的日子。 为了庆贺何鸿燊的出生, 父亲一甩手就买了一栋海景别墅, 作为孩子的出生礼物。 以何鸿燊的英文名字, 命名为Stanet Lodge, 其中厨师、园丁、 车夫、护士、 丫鬟等仆从就有二十多个人。 如此优渥的条件, 何鸿燊的童年自然是无忧无虑。 1931年, 那年他十岁时, 何鸿燊入读中华民国, 国府孙中山曾就读的香港黄人书院。 但他不爱学习, 荒废学业, 颇有顽固少爷之风。 1934年, 那年他十三岁, 家道中落, 英叔叔和世光三兄弟, 全部家产都在股票投机炒作遭受失败, 而全部化为泡影, 还欠了巨额债务。 何鸿燊的父亲逃往越南躲债, 他和姐姐跟着母亲搬到蓬湖区, 母亲靠着打断公公何鸿燊的生活和学习, 直到有一天, 何鸿燊的母亲含着热泪, 对十三岁的何鸿燊说, 母亲支付不起你的学费了, 现在你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是去做童工, 养活自己和家人, 一条是自己赚奖学金, 继续读书。 何鸿燊很受震动, 才惊觉自己的家境已经沦落到这番境地了。 家里的贫穷让何鸿燊感到无限的愤怒和羞耻, 在亲眼看到母亲因为没有钱补牙, 而被牙医羞辱之后, 何鸿燊发誓, 自己一定要靠着双手拿回何家曾经的一切, 靠着自己的双手让母亲重新过上以前的生活。 在这之后, 何鸿燊性情大变, 顽劣的富家少爷立刻成了学霸, 从原来的年年倒数直接变成, 每次都能名列三甲的优等生, 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香港大学。 1941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占领了香港。 香港学校全部停课, 鼓励学生们参与保卫战, 何鸿燊也迎胜而上, 打了十几日的仗。 他亲眼目睹了战争有多么凶险, 随后, 他便借用难民身份逃去了澳门, 口袋里仅仅只有十块港币。 踏上这片土地后, 何鸿燊便四处求生, 因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澳门最大的公司之一, 连昌公司担任了秘书职务。 连昌公司由中、日、 胡三方联合经营, 主要就是靠一种叫压传的生意发家。 主要业务是以货易货, 用机器零件和船只交换良游食品等澳门紧缺物质。 何鸿燊天资聪明, 记忆力极佳, 据说能够记得, 公司有业务关系的2000多个电话号码。 由于工作努力, 业绩突出, 何鸿燊很快成为连昌贸易公司的干将。 在打工期间, 通过工作关系, 他认识了李婉华的大姐夫, 然后认识了李婉华。 李婉华比何鸿燊小三岁, 出身于澳门写贺玉诗世家的葡萄牙人。 何鸿燊对李婉华一见倾心, 可是当时何鸿燊的葡萄牙语并不好, 他为了追求李婉华白天, 做工, 晚上上课学葡萄语, 下课了还要取接当时还正在读书的李婉华放学, 然后请李婉华喝茶聊天, 增进感情。 1942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 何鸿燊最终赢得美人芳心, 并于1942年与李婉华共结连礼。 虽然其家族并没有显平爱妇的意思, 但是当时的何鸿燊强烈地意识到, 一个男人长得帅, 不能拿来当饭吃, 他必须另辟蹊径, 多赚钱养家。 他选择了去做高风险高收益的鸭船工作, 那时没有天气预报, 全凭水手的经验, 若遇台风, 一二百吨的小船说翻就翻, 海上日本军舰横行, 海盗冲没无常, 杀人越或如家常便饭, 但他知道要想报复, 必走险路。 通过与李婉华结缘, 何鸿燊打进了上层, 普生葡萄牙人的圈子, 大大拓展了他的人脉网络, 并登记成为澳门居民。 李婉华帮助何鸿燊积攒, 人脉上下打电, 并且亲手把何鸿燊扶持成了连昌贸易的合伙人。 从此, 李婉华与何鸿燊两人相知, 相守, 相爱, 结婚, 生子, 看似一切有条不紊的进展着。 他们育有一男三女。 1943年, 那年他22岁经过几年嫌死还生的鸭船生意经营后, 何鸿燊从连昌拿到的分红, 已经达到100万港币, 这成为其日后起家的第一桶金, 也让他成为港澳最年轻的富豪。 1945年, 因押运工作太危险, 何鸿燊不久通过连昌公司老板引荐, 转入澳门贸易局, 负责战时采购物资的工作, 他与贸易局会计部主管何鲜为同事。 何鲜的儿子何厚华后来出任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 1947年, 何鸿燊用自己被100万元红利创办了澳门活水没有公司。 后来, 又与人合伙开办一家传务公司, 投资购买了一艘, 再可300多号人的佛山号客轮。 没过多久, 佛山号就成为当时港澳航线上最大最先进的客轮。 随着生意范围逐步扩大, 他迅速成为澳门趋值可赎的大商家。 何鸿燊深安官商合作之道, 他意识到澳门贸易局做的是限额生意,是个发家致富的利器。 于是与恒生银行创办人何善恒合伙, 创办了大美洋行,从事纺织品生意。 何善恒负责出钱, 他利用官商的权利争取限额生意。 两个人里应外合, 积累了不少财富。 二战结束后, 何鸿燊的财富增加到200万港元。 1953年, 何鸿燊被澳门地方势力, 逼离开澳门回到香港。 他返回香港后, 分析香港土地资源有限, 随着人口激增, 房地产必将大有前途。 于是与恒合办立安建筑公司, 经建了许多商铺和住宅楼宇。 1957年, 33岁的李婉华, 生了肠大病, 患上了结肠炎, 为这病各处走访, 找遍了名医也没人能医治, 结肠炎不仅让他切掉了自己的胃, 还带走了属于他一生的幸福。 何鸿燊争当时在澳门, 尚未被废除的大清律力, 合法迎娶了14岁的蓝琼英。 蓝琼英出生军人世家, 祖父曾是卫少将, 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 小时候也是衣食无忧, 后来家道中落被迫出来打工。 蓝琼英, 小小年纪就成了当时, 风靡一时的午后, 与何鸿燊义无定情。 此后几十年, 蓝琼英陪伴在赌王身旁, 出席各种社交活动, 育有一男四女。 1960年, 老赌王傅老荣去世。 他和澳门压野大王高可宁家族 是太新娱乐总公司的幕后老板。 此前25年, 澳门博彩也都受他们掌控。 这时, 他们承办的澳门博彩业专营合约, 也即将期满。 新任奥都马季时, 日益改革, 澳门赌国业将面临席牌。 叶翰通过何鸿燊美赴业得利邀请何鸿燊, 后又拉近货英东联手镜头澳门赌牌。 何鸿燊虽然没开过赌场, 但常常听说赌场的利润惊人, 而且协专营全开赌场, 又等于为盈利加了一道毛险杠。 由于有过去, 在澳门做现额生意的经验, 何鸿燊很清楚拥有经济特权的优势。 叶翰是何鸿燊建立赌王霸业的最重要的人物, 其个人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澳门赌博士。 观其一生可用四句话概括, 少年适赌、青年滚赌、 正年开赌、暮年豪赌。 因为叶翰, 何鸿燊从未来的香港地产大王, 变成澳门赌王。 1961年10月投标结果公布, 现有持牌财团泰薪出价315万欧元, 何鸿燊一方出价316.7万欧元。 以何鸿燊为首的四大天王头的赌牌。 这集我就分享到这里, 下集再和你们分享何鸿燊如何一举改写了澳门博彩业历史, 成为澳门的新赌王。 谢谢观看, 如果对类似的视频有兴趣的话, 就请您订阅Betterman频道, 点赞和分享给更多人。 还有别忘了点击下面的小铃铛, 在影片更新时, 获取第一时间的通知哦。 下期见。 下期见。